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柱哥 谢谢说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好玩好看的世界英雄外面版的顶级高手 来自一个779对耳皮回忆多实话啊 其实有这次是 两人使用的都要同样的一个人物啊 黄毛红毛的这个同样的是一个风魔小太郎啊 忍者在日本历史上战国时代呵呵有名的忍者啊 假贺流的啊 风魔小太郎 我哟这个摔还是比较破了 大超杀出来 他这个超杀叫做 风啊 风魔流啊 人防奥义啊 暴炎咆哮蛋啊 阎龙破 我靠 其实有刚想出超杀 但是对方超杀已经陷到了跟前了 来不及了 好吧 来看看这次在前冲收牢 他上方叫做炎龙破啊 因为他是炎鼠性的嘛 这个游戏还有另外一个忍者 也就是 福布万丈啊 另外一个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忍者啊 伊鹤流的 炒杀出来 那这个暴炎咆哮蛋打的有点偏 流血量 这次回忆各式化使用的这招叫做 人法风文华的 就是空中转圈啊 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 而转转转转啊 就把他转死了 那么 719呢 结果呢 就是收掉了这一把 很可惜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朋友们喜欢世界英雄朋友关注鸿鸿哥也记住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